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夜听 我是刘晓 晚上十点 向您问好 我们的生命里 有一门非常重要的课程 这门课程的名字叫 接受 接受自己的出身 接受自己的相貌 天分 接受爱的人离开 接受亲的人离去 接受喜欢的人 无论如何 也不能在一起 等等等等 我们的一生会面临着 非常非常多的选择 但更多的时候 是没办法选择 是没有选择 所以我们要学会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这门课程 虽然每次在不得不接受面前 我们可能依旧会像个孩子一样 放声哭泣 但是和孩子不一样的是 我们会对自己说 接受 是变好的开始 就像你内心真正的接受了一个人的离开 你才能接受另外一个人 走进你的世界 其实咱们生命当中出现的一切 我们是没有办法全部拥有的 只能是经历 所以明白了这一点的人 他就会懂得 无所谓失去 而只是经过而已 也无所谓失败 而只是经验而已 好的 坏的 我们都收下吧 然后一生不祥 继续生活 有一种心态 叫放下 有一种境界 叫舍得 有一种幸福 叫守候 有一种开始 叫接受 如果我是悲伤的 你怎会遇见我 如果你是快乐的 又怎会有如果 爱情若是完美的 又怎会有曲折 诚实若是喧闹的 你怎会想起我 你怎会想起我 你说是你留给我的 软弱 你说你还会想起我 你说我们如此脆弱 你说我们如此脆弱 走过 如今 还留下了 什么 什么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刘晓 晚安 如果你不曾来过 我为何要沉默 如果我不曾爱过 又怎会有寂寞 离别若是残忍的 为何还要不舍 爱恨两难情难舍 换来一句 老朋友美得说 你说 你还会想起我 你说 我们如此脆弱 我们一路看看 可可走过那么多 如今 如今 还留下了什么 你说 你还会想起我 你说 我们 我们如此脆弱 我们 一路看看 可可 走过那么多 如今 还留下了 什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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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